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天我們朱立倫朱主席 李宗盛總統辯論的時候 他說如果他當選 我們的基本工資要調到多少 3萬 3萬 我就下台了 對不起我老公朋友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次我們基本工資 如果可以從208,000 調到3萬 我們調多少 調1萬塊 1萬塊可以買多少顆茶葉蛋 好多好多顆茶葉蛋對不對 想起我們小時候跟現在 整個社會的分尾差多多 是不是 他說他愛台灣 真的有在照顧台灣嗎 沒有 是不是 有人說他照顧勞工 但是8年執政只有調給自己的工資 而且是在快選舉之前才調整的工資 國民黨不一樣嗎 我們執政的8年 我們調整5次的計劃工資 我覺得現在的女性 其實在我們開場裡面展現 很好的 跟我們一個性的配置 其實都是好事 一號 共産 一號 一號 共産 共産 一號 好 我們改成了 黃鞋 你答對了 好 我們第二票 是什麼 你知道嗎 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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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就可以叫了 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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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鞋